因為今天是很高興 我大概是要非常健康的來迎接這個活動 也謝謝你們倆跟大家收聽招呼 我們在招呼好嗎 各位記者、媒體朋友們 各位長官還有基金會的朋友們 還有兩位主持人好 我是莫菲如 這次活動的公英大使 一個帥就很美 怎麼回事 就是希望邀請大家可以一起來 怎樣才有號召力 對不對 我知道其實這兩位公英大使 會來做活動的公英大使是有原因 例如JR唱之前 你再有一些受傷的經驗 因為大家知道我以前是偶像團體出身 然後要練一些後空班的特技 前空班 我還記得以為是在完全輿論的節目 因為那時候我主持 然後現場製作人就會很激動說 你不是後空班嗎 示範一下 待會跟我們的挑戰者 TK一下 直接這樣子 對 但其實我那時候沒有熱身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 沒關係 我努力一點 想要聽一下 想要做給大家看這樣 結果我前空班一上 就上到頸椎和腰椎這邊 然後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就是起床之後 會脖子沒辦法動這樣 所以其實我跳舞 我跳在打籃球 所以我其實非常知道 這個脊髓損傷 對你的身體是非常影響 而且非常的危險 所以現在就是 能夠有這樣的單位 可以幫大家 不管就是 你遇到這樣的困難 沒關係 我們面對它 就是不會有任何難過的感覺 面對它往前走 你還是可以一樣做很多事情 沒錯 就是我們積極開心樂觀的心情 對 但還是要小心 是最重要的 不要強強 真的 說到這個跳舞受傷 其實像短如從小跳舞 長大大大大 現在你拍戲很容易受傷 對 真的 因為我也是之前練舞的時候 尾椎受過傷 但當時我沒有很認真的去 拒絕 對 我就想說 應該過幾天就好了 沒想到它就 舊傷也不存在 讓他們前幾天拍 前陣子拍戲的時候 正好需要我練鋼管 所以我在鋼管上 做動作 開始過度的使用這個尾椎的時候 我隔天起床突然就是 也是很痛 連行走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受傷 就也不要擔心 趕快即時就醫 我覺得非常重要 對 因為我們現在收到 非常多的個案的服務 過往大概有 像近七成的朋友 是因為車禍受傷 過去我們有受到一些案例 像是有一些朋友 因為跳雪的意外 他就像頸部受傷 對 還有像打橄欖球的 因為人跟人的壓迫 對 所以其實很多 其實像這樣 生活上很容易發生 要包含運動的 還有 像我們小時候 大小玩過嗎 會去抽 波椅子 對 很可怕的那個動作 因為真的這樣跌下去 其實你就貪犯了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懷念 就是因為可能年輕的時候 你覺得你不熱身沒有差 是 但其實熱身真的很重要 對 沒錯 像我們除了那次的路跑 然後我也會要去跑 上來馬拉松 事業度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每次在練習的時候 都是 就是